下面就是奶子 然后再把这个奶子煮熟了以后发酵以后变成酸奶 我们喝的酸奶就是这个牛奶发酵出来的 这个你看我们西间的牛奶是不是储存时间 储存不太多时间特别长 当地聪明的这个土耳人 他们会把这个牛奶或者酸奶放到不规则的容器里面 把它散干以后就成了甜奶疙瘩或者是酸奶疙瘩 奶子上面的会放时间长会有层皮 经常把它过滤出来过滤出来就成奶皮子 就我们来